好了,接着我们就来看第四场赛事 第四场仍然是这个泥地场合来的 五班的1650米 大叶门马开头是黄龙司令的 3.6倍,过完军之后也是3.6倍 尤其就回到3.7倍,不过不是它最热 结果飞数过了,成为大叶门田太安的座旗 辉煌巨星由开头3.9倍 一直落到3.6倍 看到有一只马就着了绿灯 就是标企飞,开头一直10倍 临开跑的时候,着了绿灯就落到8.5倍 来到三天的头关,第四场五班一龙龄位 继续跑来的 起步的时候出得快一点 内档那边就向前看,电路一号 外档灰马就盛世 中间辉煌巨星起步都没有执书的第四岛 内档有标企飞 然后就常山奇保灯胆精英 外档那边好像乱了龙 上保复满,旺保必升,撞撞慢了 内档那边都摄了上去 运来保,移美活,人生,黄龙私领 上深星暂时摄了内档 暂时移回到尾尾的黄埔必升 包围那只火天大友 转到对面的时候,前面向前看暂时带头 电路一号就拍着他 暂时在第三位外档的盛世 然后就标企飞 内档红衫就运来保 三叠已经有盛世 四叠还有一只灯胆精英 然后就辉煌巨星 然后上保复满又在外叠走上去 在后一点位置就常山奇保 看到内档那只上深星上了一点 拍着他就美活人生 在面那三只火天大友的内档上了一点 接着黄龙丝 转到尾尾 包围王普必升 入弯的时候向前看暂时带头 电路一号就先骑 然后就灯胆精英 内档运来保 中间标企飞走得挺顺 然后还有上保复满外档上了一点 在内側盛世上深星 接着美活人生常山奇保 辉煌巨星和黄龙丝 转到尾三尾四 越弹越后还出了外档 火天大友就薄烂 在内档上了来 包围就变成了王普必升 入了之后直路的时候 前面还是向前看大紧头 暂时追着他只有电路一号 接着上来标企飞都发烂 然后马群中间上来 就想心升内档的火天大友 那一对热门我当想回一点 就辉煌巨星黄龙丝领 最后一百米的时候 前面标企飞就过了向前海 这里突围 电路一号追到上来 后边上来 不是那一对热门 火天大友想心升 最第一名标企飞打开胜利之门 电路一号第二第三名 第四名两个都结 结果火天大友第三 想心升第四 这条四重彩结过了一百万 那那些没办法 你看这场以为大利内篮 头四名有三直贴篮 想不到向前看会放头 其实是否想一定要 他是立心地做的 他是骗的 他真的是骗的 他是骗出来的 他这场马有借马遮 他这场马 他这场马上回来 他看旁边的灰马 电路一号遮他 谁知道电路一号不遮他 遮不到他 他自己还快了 电路一号也不是很快的马来的 一向 有问到的 王俊真是这样说 他获得展示 希望超越了内侧的运来宝宜之后 等马cover 就是跟马跑 他就想着 超越运来宝宜之后 应该跟随电路一号 但电路一号的结果就在外侧 真是黑了 没有马遮过去 你怎样肯定电路一号会走呢 他未必一定会 他不是一只都不是放开头的马来的 不过他就想先拿了一个位置 那也不可以说是错的 可能他想先拿了一个位置 拿了一个位置就不是错的 但没有马遮他就你不幸 有些马都比预期前了 早段那只乘势都很前了 都有问的 其实就是说 想着在中间有遮挡的位置 但谁知道马出门就很快 现在我们看看 火天大有赏心 那些全部在碰难 不过他走迷便 就不想飞出去了 是的 我打算电路一号是这一场的 他的僵口好很多 如果以前他这样的网空 确实不行 都可以了 现在还可以了 但是这个第二也很辛苦 材料也是有限的 这个第二是很吃力地拿的 这个第二是很吃力地拿的 他真是执身彩就顶多个第二 那好像又不是很厉害 你这么看 就是在标记飞 他跑了一场而已 那些都是三零部队 跑了一场是走势不错 但是这场的位置好 接着有很多抹蚀的位置 他就已经赢到了 主要是那对热门 黄龙司令和辉煌巨星 灯灯黑灯厚了 又飞了出去 但你说电路一号 差点被第二 被火天大有拿了 真是 火天大有组断 要立到打到飞起 这样也可以追上来 还差点有Q 那些二三四五名的水准 大家要妥计一下 起快马不可以这场找 是 第三名张照片 看看 火天大有 分调时间 头段27秒97 第段23秒29 第3段13秒79 末段24秒67 总时间一分39秒72 好像说起快马不可以这场找 其实起快马不可以这场找 不过我们一定要找 也没办法 因为今天国际赛前的一次赛事 确实说水准比较低 你只看二三四场 这些全部都是第一次开齋马来的 那我想这些赛事都未必很值得跟进 其实今天 你再看后面的马很多都不是很聪明 是啊 所以 行量些赛绩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刚才说过 两年一到 赫铭连赢了马 金翔到彭国连都赢了马 似乎和苏惠然的合作好一点 会有一些马匹带到一些惊喜给大陆 说起今天都奇特的 那些向武开又武的巴道 什么波剑士 都突然走去赢了场 今天都比较奇怪 前段没有就后边赢了场 那些比较难跟一点 所以年年都是的 国际赛日前的日赛 就真的比较容易爆难 所以记得 可能在思维上不妨大胆一点 抠一下冷门 不过也很难抠到路数 这场过第三第四 搞到过四重彩过了百万 火天大有 其实你这样称下去都是 你想想 火天大有这样追上来 赏心声又是在一场一六五零米 这样追上来 其实也很难称得到这些马匹 所以没得好说了 有些健康情况可以报告一下 灯胆精英 回来发现气管内有很多痰 今天包尾 黄丝也没什么 他虧位而已 他就退后面而已 他也有追回 好了 看了四场的泥地之后 回来讲讲草地菜事